前往四川进行交流 25位工作人员 包括瓷青在内 出发前做足整备 心情兴奋也谨慎 反复练习熟悉流程 希望能从我们自己 不管是我们自己不足 或是我们自己有所学的 或是他们不知道 我们都能就是很 把自己的经验都能告诉他们 每一个人在每一堂课 都是那个领导者 所以我们在这个团体中 我们该怎么带给大家这个想法 然后让大家就是有相信力 然后到我们的四川 表现出我们最好一面 我们最最好的 如同家人许久未相见 在游戏中建立好默契 可以融合 就是我们带领 我们带着我们台湾的环保意识 跟我们什么词作 然后跟着大陆这边的风情 民情一起我们做一个融合 然后我们一起承办一个营队 也在摩擦中找到相依之处 学习包容和谅解 他们身上我会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走路 他们走路的知识很优雅 可能是有些东西是我们在细致末节上 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在他们身上就完全体现到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在被问问题的时候 都会就是比较不勇敢 但是华兴政工他们会就是很踊跃的发言 彼此相互学习将一同策划 举办营队活动 为今年夏天留下美好回忆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张松 吴真香 综合报道 是